另外宜兰商业会为了庆祝创会60周年 投选行销宜兰的在地美食 昨晚特别在县力体育馆举办了一桌百人饗宴 邀请观光局长、县长、立委等政商人士来参与 并且由世界冠军领首创料理团队来讲出 希望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宜兰在地料理的用心 这次参加一桌百人饗宴 不但由观光局长来参加 现任县长跟现任的县长、议长、立委、乡镇市长跟商业人士 还有美食专家都是座上嘉宾 共同见证世界厨艺冠军 如何运用在地食材做出拿手的好料理 将宜兰的餐饮推向高峰 宜兰有很好食材 在休息的时候 大家在休收的关系的集体里面 我们愿意把这样好的食物透过我们欣赏的记忆 透过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实来提供宜兰的赛地 国际赛的总冠军是来自我们宜兰队的临首创料理 他们打败了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 得到总冠军 所以这个可以证明 这几年我们在宜兰的美食餐饮业界 在创新以及在选择在地的食材 然后再加上美学的运用 所以呈现出来的美食 都让很多的海内外人士都觉得很惊艳 美食家胡天兰表示 宜兰县的美味料理 不能只局限在夜市小吃 应该藉由更多的族群结合 产生更多的创意料理 除了夜市之外还有很多 因为你知道台湾虽然只有两千多万人口 地方那么小 可是我们四面环海 而且来自于各省份的地方的人 包括还有台湾的原民 还有那个客家乡亲 台湾人口这么多 然后联姻 所以说把各种的食物 就是除了以前的那一种殖民文化 带来的食物之外 不同的族群的联姻 就是创造出更多有创意 有特殊口感的食物 我觉得一直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未来的美食定义不再只是色香味的解释 而是走向另外一种意境表现的艺术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张立凌采访播导